浮康仁最近新家 裝紅了 還沒 那有裝隔音的 我家是獨棟的 獨棟的不會吵到一個嘴 浮康仁住獨棟屋不怕擾鈴 鬆口結婚進度該來的會來 那浮康仁因為妳剛剛有提到 妳已經40歲了 妳有覺得40歲身體上 有出現什麼大變化嗎 還是要誠實說 就是跟以往 二十幾歲的時候 體質還是 略體力什麼略微下降 浮康仁出席保健食品 代言活動 40補獲年紀的他 漸漸意識到健康保養的重要性 最近也完成搬家這個大事了 搬得還好嗎 都自己來 對 自己來 不會累嗎 很累 最近隨堂遭控訴 噪音擾鈴 而新家正在裝潢的吳康仁 也被問到實事題 康仁最近新家裝潢完美 還沒 那有裝隔音的 我家是獨棟的 不會吵到一個人 不會這樣這樣 會清醒嗎 我們會選擇 想要做獨棟的 獨棟有獨棟的好 空間大 自由度高啊 你知道我有喜歡修車嘛 所以希望 我自己有一個修車的空間 我已經開始想到養老的生活了 所以你會在這個房子養老 可以修 是嗎 周圍的朋友都說不可能 可是對我來說好像可能 那老婆賺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我是也不反對 我不反對另外一半賺得比我多 沒有關係 我這麼會洗碗 所以你今年還是沒有 定要再幾月入住 快了啦 快了啦 但是也不會跟你們說 就可能夏天才會入住 我猜啦 希望 因為剛剛不弄好了 不是 是 情況 是 我 我 我有認真想啊 因為等一下他們後面還有一場 他們最多代表 他們聽了一個小時一聲句 有 我聽到了 哈哈 我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人生到了這個階段 該來的會來啦 我覺得男生可能都比較死板 對於女生的想法 男生可能就會想說 我有了這個 有那個 那我再去做那個 就不會說是衝動到說 我一無所有就說 欸 我們來那個那個一下 那個啊 就那個啊 我們兩個能怎樣 就 就那個嘛 可是我還是希望可以 有一個比較 比較完整的東西 給人家 參考 或是說 我有 有這個空間啊 或是說 我有這台車啊 我有 我擁有什麼 可以跟你分享 你現在都有啦 還沒啊 要等夏天 這台妹妹 那新家裝潢另一半 可以有意見嗎 可以 為什麼講那麼久啊 還是要好好說話 什麼顏色啊 什麼格局啊 當然會希望 是人家喜歡的空間嘛 你總不能全部都 搞得很像修車的地方 對不對 好啦 什麼 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